2月4日是农历腊月23 也是北方地区的小年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汉语学院院长于淼家中 迎来了几位特别的客人 三名寒假期间 留在学校的国际学生前来拜访 与老师共度小年 贴窗花包饺子 在老师的示范和讲解下 留学生们一同体验了 中国春节传统习俗 师生围惧共树 也让屋中年味愈浓 我们北方人对饺子 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这个吃饺子对我们来说 还是非常神圣的事情 你看啊 它主要是这样之后 利用手的这个力量 这一捏 不能平着碗头 捏得紧紧的 幸福和激励才捏得紧紧的 进入小年就是过年了 这是过年的序剧已经开始了 中国人已经开始在忙碌春节的生活 这个春节也的确非常特殊 那么让学生呢 到家里来坐一坐 看看中国老师的日常 体会一下这个咱们北京市民日常的这种年味 带着留学生们过一个特殊的中国年 我觉得对学生来说呢 也是一种宽慰 来自巴拿马的李慧蕊 是汉语学院大四的学生 出于疫情防控考量 决定寒假期间留在校园 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的他 在接到院长的邀请时十分惊喜 今年因为我们都在学校里面不能出来 所以其实我连快要春节我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一直在写论文的事情 然后就很幸运 接到老师的邀请来他的家 就突然间又感觉到 那个新年的气氛又来了 那我之前的话也想没有包过这个饺子 所以我也想在今天老师家里可以帮忙 来自墨西哥的马西也告诉记者 他非常开心能以这样的方式 和中国的家人团聚 做饺子 然后要囤结 跟家人一起吃饭吧 然后我也听说得把所有的家庭洗干干净净 这次我们有机会体现体验国年的气氛 其实我在疫情的这段特殊时间 我都一直在中国 我父母特别特别特别的繁星 中国很安心 他们知道学校会照顾我们的 不仅是我们的安全就是 而且他们知道我们也有特殊的方式 跟这里的家人一起国年一起团结 2021年寒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共有49名国际学生留校 受全球疫情影响 他们一直未能回国 在学校封闭管理近一年 对此 学校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情况下 通过多种形式 丰富留学生们的在校生活 那么在线上 我们组织了师生结队子 开展比如说有语言辅导啊 文化交流啊 知识普及等活动 我们线下的还开设了一些 这个艺术坊 那么近期呢 我们也是组织了一个系列的 国际学生走进中国家庭过大年的活动 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活动呢 让中国的学生讲好中国故事 让国际留学生这个群体呢 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所有这一系列活动的参与人员 包括我们国际学生 我们中国学生 包括中国家庭等等 都是要全员核酸检测 每到一个地点都要进行扫码 登记 形成一个闭环管理 在确保安全的这个大的前提之下呢 让我们的国际学生 让我们的中国学生 让我们的中国的家庭 都能度过一个快乐 祥和温暖的中国的传统夏节 祝大家新年快乐 Feliz Año Nuevo 恭喜发生 Feliz Año Nuevos a todos y que la pasen muy bien 祝大家新年快乐 Snow on God of Us 祝大家新年快乐